人家想要三连嘛 现在就想要 我这个衣服吧 我这个衣服它是很早的时候买的 它虽然是一个汉堡包 但是跟我喜不喜欢吃汉堡包没有关系 就是它那一年所有的logo都是这个汉堡包 什么不可能就是这样的 事实就是这样 谁会没事去买汉堡包的衣服 但其实挺可爱的 每块外贩二十五千 取消 取消 我做都做完了 凭什么取消啊 所有东西都做好了 它们点的而且是两个华府饼 全部烤好了 草莓都切好了 啥都弄好吗 哇塞我气死了我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做好了以前别人家 可贵了啊这成本 要是现在又有一个客人点的草莓华夫饼就好了 草莓华夫饼一定是 什么呀 对呀 有个陈师傅呀 拿给他吃 哦送给菠菜吧 陈师傅他真吃不下 送给菠菜 到他尝尝我来送 我就说这是我们的新品草莓华夫饼 哦菠菜哥哥在打电话 怎么办 我得等人家打完吧 我先逛一逛 我要装作不经意的送给他 对吧 看什么看 他啥时候打完呀 他在跟他女朋友打电话 那我就说 王蔡哥哥今天我爱你 这是我亲手做的 哪怕有老婆的当场离婚 不是的 还在打呀 啥事啊 打这么久 还在打 我要不直接就给他丢到肚子上 然后转身就丑 做一个酷儿 哎呀 我来不及了 我要吃饭了 送给你的 谢谢谢谢我 谢谢谢谢 谢谢 哎我真的好生气啊 我买个车 一大堆卖保险的人 打我的电话 就说 听说您最近买车了 他们从哪听说的 我真的觉得这些人 就应该被起诉 凭什么就泄露我们的隐私呀 买了房子也是 各式各样的 就是什么装修了 这些买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然后消息全部都被卖出去了 都不要说这个买房买车 这种 就要连现在有一些餐厅要下单 还必须手机扫他们的菜单 你手机扫进去 然后还必须你的手机号灯了 你一登录之后 好了完了 隔三差五就要发消息给你 我从来不会发消息给店铺的客人了 因为我自己很烦这个事情 就很讨厌 还有那些什么一些公众号 必须要关注巨恶心 我非常不喜欢 然后还有一些去买东西 他就要留你的信息 然后现在我觉得我手机的短信功能 是完全瘫痪了的 唯独只有一个可以用 就是接收验证码 所以短信里面也全部都是只有验证码的消息和所有商家发的推广 然后像以前用电话的时候 内存又很小 都存不了几条短信 有时候跟网链对象发的一些信息 一些很甜蜜的都舍不得删 都要把它存起来 或者有些是把它抄下来 或者是打印下来 你们有经历过那种时代吗 然后以前也不得发图片 它图片是彩性 彩性的一块钱一条 我还用过BB机 但是我会用BB机的时候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用了 但我有用过 我觉得BB机很神奇 就是确实有点麻烦 我是99年的呀 你们两个啥意思 身体不好就去吃药 我属兔 99年的 配型学 1999就参加工作了 没有 以前的工作是不是还包分配的 当然还要买粮票 我见过粮票 就是可能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太落后了 我真的见过有粮票 以前买东西都要平票嘛 你没有票你就买不到 你在历史书上见过 我的印象里是 我生下来的那个时候 粮票都还能用耶 盐票吧 也有可能是 反正是能去换东西的好像 反正我见过 喵记得三连哦 你终于 不会有一次